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日前表示 在大國競爭形勢下 中共目前就有意圖挑戰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投射能力 同時其戰略目標不僅限於太平洋 美國軍事優勢依靠的是科技創新 但現在美國政府日益擔憂 那些在華營運的美國公司正在間接幫助中共軍方 從而削弱美國優勢 下週鄧福德計劃和谷歌公司代表會面 他擔心谷歌在中國的人工智能研發 技術會被中共軍方獲取和利用 5G領域也是美中決定焦點 美國最近一再警告盟友 如果使用華為5G設備 美國可能無法和他們分享機密情報 鄧福德也呼籲美國產業界站出來主導5G發展 因為未來美軍安全將仰賴於此 專家認為 無論是國防安全還是5G等高科技領域 美中競爭實質上是兩種不同制度間的競爭 我們在討論兩種不同的系統 兩種不同的目標 兩種不同的方法 這是美國和中國的分析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